你現在跟媽媽的相處模式 有一些改變 從上次上了節目之後 經過兩位主持人的教會 跟三位專家的教會 非常改變了 變得很大的 最重要的是來了一件事 就三年前我眩暈症發了 我開始發眩暈 然後一直一波接一波 那眩暈症需要安靜 需要不要吵鬧 需要不要一直黏著我講很大聲的話 那老人家我跟你說 媽媽是不能溝通這一塊 她聽不懂完全聽不懂的 那我有一次嚴重的眩暈 在四點半的時候大眩暈到 爬到廁所去吐 然後六點又來一次 我在我清醒的時候就打了一封訊息 在我的群組是我哥哥跟我姐姐 我的內容大概是這樣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眩暈症 非常非常不舒服 你們可能猜不出來眩暈是什麼意思 那我再形容一下就是 在輪船當中 你三天三夜都碰到了大海洋 但是你沒有辦法下船 那我現在是這個狀態 我非常非常不舒服 但你們可能不知道 然後我又寫到說 爸爸十五年來 你們可能會來 蜻蜓點水一下下 我都寫得很平靜 我沒有任何責怪的意思 我說你們回來一下下 可是對我來說是 一年365天 乘以24小時 乘以60分鐘60秒 我每一天都在面臨爸爸的老話 那現在媽媽走了 前五年還好 不是爸爸走了 媽媽現在跟我照顧之下 這十年來 我天天又重複著面對媽媽的老話 我說不管你們知道或不知道 我真的需要幫忙 那我現在把這件事情要交給你們 你們來決定 而且請你們不要傷媽媽的心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會做什麼處置 不要傷媽媽的心為主 做出你們的決定 因為我要丟出來了 訊息在群組當中 兩個都已讀 我哥哥哥我姐都已讀 但我哥哥沒有回我 我姐姐 因為他畢竟跟我比較親 一直都說 哇我看到我弟的求救信 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我的求救信 我哥哥私下去找我姐 意思就是說 那我們租個房子好了 因為我哥哥現在的房子是 六樓要爬樓梯 那我媽媽不行 我媽就是要租電梯房 他說我們租個房子 讓媽媽搬出來 阿忠可能不行了 那其實這是不好的方法 因為我媽媽怎麼可能會搬出去 住一個人住 怎麼可能 真的 那我姐姐就想了一個辦法 那真的很感謝我姐跟他的家人 就是他們經濟狀況也不好 我姐買了一個房子 就是 為了這事 為了這個事情 他買了一個房子 離我姐的家非常近 大概走路十分鐘內就不到 那現在這個家 離我的家坐直到三十分鐘 可是離我姐只有十分鐘 離我哥哥大概二十分鐘 然後他拜託了 我姐家的小孩也是很棒的小孩 他的老大現在正在退伍中 正在找工作 所以就是要長時間念書 要考公務員 所以他願意到那個房子裡面去念書 陪阿嬤 所以變成有一個人在那邊 我媽媽會願意過去煮菜給他吃 因為孫子會說好吃好吃好吃 所以我現在的那個 侄子非常胖 營養得非常好 胖子 他們就住在那邊 那我媽媽當然是變成 有一點變成是三方兄弟姐妹都 希望你住過去的情況之下 我媽媽本來從那種抗拒到 那我就去住住看吧 就去住 住了十天以後 住了十五天 現在的狀況是可以那邊住二十天 跟我住十天 那這就好 我就可以 有喘息的空間了 真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 有讓我非常的感謝 我的兄弟姐妹 就是不管以前怎麼樣 你讓我 讓我可以呼吸 我感謝你一輩子 就是 我很怕我媽媽看到這一段 就認為說 什麼叫可以呼吸 我讓你不能呼吸 不要這樣 拜託 就你可以讓我喘個息 可以讓我安靜個 很有活力在面對你 沒錯 然後最近我的阿姨往生了 媽媽的二姐 也就是目前 唯一有同父同母生出來的 家族血緣當中 最後一個了 所以她走了 我媽媽變成孤兒 我媽這樣想 有一天在吃飯的時候說 阿兄我想講遺言 我說不要跟我講 不要跟我講 我可以跟我哥哥講 跟我姐姐 你不要跟我講 其實她已經講過一次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有講 可能是因為 最後一個姐姐走了 她就很有感觸 她就講了 當然媽媽最在乎的還是 她剩下來的 那麼一點點的金戒指啊 金項鍊要分給誰 要怎麼分三分 然後最後講了一件事情 她說我希望你們 媽媽就只生這三個 我希望你們兄弟姐妹 能夠講話 要是有一天 要是有一天我走 阿祝你又沒結婚 你唯一剩下就是 不太親的哥哥 阿祖跟姐姐 你要跟他們講話 媽媽才會放心 所以我會 我會努力啊 有進步就好 阿兄的這個例子 例子給大家 要畫重點是說 懂得求救 不要再什麼事情都覺得好 自己擔著 自己擔 自己擔 因為擔久了真的會生病 當你垮了 那家人我們也照顧不到啦 這是大家最不願意見到的結果 所以一定要適度的求救 然後家人也不能不理 我覺得重點是在於 親友們大家也要重視這件事情 她幫我接下來了 是